我们通常把不法分子通过剑步着光的手段敛财的行为称为敲竹杠 那你知道敲竹杠的来历吗 原来在清朝末年 鸦片走私十分严重 贩子们为了躲避检查 会把毒品藏在船膏里 而这个船膏是竹杠做的 有一天祭司官查遍了船舱的每个角落也没发现鸦片 谁知一个师爷漫不经心地走到船梢 在撑船的竹膏上敲了几下 只听着嘟嘟直响 别人没有反应 船主却吓得面色大便 知道师爷已看透了秘密 慌忙把这位师爷请到后舱 掏出大把的银子悄悄塞给他 请他关照 不要再敲竹膏了 师爷得到银子便没说什么 随祭司人员下船去了 此后敲竹杠便成了讹诈财务的代名词 并一直沿用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